部長有一個出版社他在他的講義裡面 提到有民眾黨點點點點點然後造福什麼鄉親 然後但是呢暗酸另外的政黨 所以有洗腦的工作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在給學生寫的講義裡面 我知道國教院負責審查課本 但是為什麼講義出現這個東西 我們不是要教育場域要政治中立嗎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東西 看起來部長沒有掌握情況 國教院知道這件事情 國教院很清楚 是 謝謝委員 基本上這個事情 快問快答 謝謝 好 因為教科書的審定是在國教院的範圍 對我知道 講義 課本跟習作 但是複習講義 那不在我們國教院範圍 那我們要這樣回答家長嗎 有 我們還是把這樣的一個信息 給出版社 我們可以有什麼更積極的作為嗎 請他們做專業上的判準 他們的判準 如果他告訴你他專業上判準 他決定這樣做是對的 你也接受嗎 我們要這樣回應家長 我們要這樣回應學生 我想他們為了自己的 而且我們現在還在 而且他是在公民課本裡面耶 我想這個我們會直接依照情節 請出版業 來進行資料更新跟內容刊物 好 謝謝部長你的回應比較正向 我可以接受這個說法 身為兩個小孩都還在學校念書的家長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謝謝 謝謝